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只是一句调侃 但是这无不证明着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作为周星国集团的老大哥 在欧洲战场所向披靡 欧洲的大部都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如果不是美苏英三大强国联手 战定还存在很多位之术 德国到底有多强 他们打的苏联丢了半壁江山 打的欧洲霸主英国爆头鼠川 只能固守英吉利海峡 完全掌握着战争的走向 即便有着美国的参与还有三邦的联合 德国也支撑了好几年的时间 更不用说还有意大利这个脱油瓶 德国的实力可见一般 那么你知道二战时 德国到底强在哪吗 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看看德国实力强在哪 从当时所展现的数据来看 德国的实力仅次于美国 苏联和英国与德国相比还相差甚远 德国是当时欧洲第一经济体 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其实二战的爆发 德国占领了欧洲的大部 加上法国 比利时 波兰等地区 工业产能超过世界总份额的30% 这时候的德国实力 已经并不逊分于美国 甚至拥有过之 据数据统计 工业所用的机床 德国方面拥有210余万台 而美国所拥有的数量 仅仅在170万台 这都可以看出 德国这时候已经是工业地 一强国 只是德国的领土面积太小 地下有没有丰富的资源 如果德国拥有美苏那样丰富的资源 工业的生产能力还会更上一层楼 德国之所以能屡战屡胜 靠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 强大的军事力量 才是德国二战的底气所在 当时的德国是名副其实的军事第一强国 即便是美国都不能与其争锋 如果单挑的话 肯定没有哪个国家 可能胜过当时的德国 二战中 德国方面共有1700余万人参加了一线战斗 如果加上美军和普通国军队 德军的总兵力超过2000万 这2000万兵力可都是经过严格训练 军事素质极高的士兵和将领 如果不是美国苏联英国三方大联合 苏联都不一定顶得住德国的攻势 抛开战争的本身不说 但从个人的军事素质上来 整个二战过程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能盯善战的将领 其中 德国就能认备出 光是任元帅之位的 就有27人 苏海里希冯曼斯坦耶 德国军队的元帅 他对作战独具会演 速到战场大放光彩 龙梅尔主要成就与闪击法国籍北非战役 绰号沙漠之湖 帝国之英 还因此为联谷得以安 就是提倡 坦克与机械化部队 使用于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推动者 在他组织与推动理论下 德国建立了一支当时作战最具效率的装甲部队 与礼祭拜敌军 被称为德军装甲兵之父 古德里安还是陆军战术闪击战的创始人 为历史学家称作闪击战之父 上述的三个人 并称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三大名将 也是在二战中最出色的 埃里希冯曼斯坦 因德国的实力已经毋庸置疑 德国的强大已经不需要再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德国军队最好的炼金石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文章下面进行留言 是在文章前进行留言들 到文章前进行留言 对此更好人类似 哈蒙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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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coment进行留言